慈禧死后有多惨 牙齿被敲碎 身上衣服被扒光 最后被人扔进臭水沟 这就是慈禧死后的待遇 而当时为慈禧修建坟墓的工匠 全部都被杀死 可孙殿英又是怎么知道坟墓的位置 又是如何盗走这些物件的呢 今天这些视频我们就来看一看 1908年11月15号 作恶一生的慈禧太后 最终还是死在了楚秀宫当中 而慈禧太后当时 这在古代来说也算是喜丧 但是这个时候 朝堂的大臣们却并没有着急 将慈禧太后下葬 反而是在一年之后 才把她的遗体归入皇陵 而慈禧太后富贵了一生 在死之前也明确说过 她要带走很多珍宝物品 而这其中就有一颗价值六亿的叶明珠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就是这一颗叶明珠 居然让慈禧太后死无全尸 面容全毁 1928年 国民革命军当中 有一个总领叫做孙殿英 孙殿英奉命驻扎于河北 而在河北地区 有清朝最为著名的陵墓 清东陵 清东陵就是五座皇陵的合体 在这个陵墓当中 埋葬了顺治帝 康熙帝 乾隆帝 咸丰帝 以及同治帝 最终这个墓地还埋葬了慈禧太后 一开始 孙殿英并不知道 自己所驻扎的地点 是慈禧太后的陵墓 而且慈禧太后生前 把陵墓规划得十分隐秘 在修建完陵墓之后 更是将所有工匠封死在墓中 所以几乎也没有人知道 慈禧太后被葬于哪里 慈禧死后有多惨 尸体遭羞辱 牙被敲碎 连史书都修于记载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孙殿英虽然十分憎恨慈禧 但是如今人已经死了 他又不知道陵墓在哪里 所以只能把仇恨留在心里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孙殿英军队的一个麻烦 也慢慢显现出来 那就是孙殿英 已经没有军粮给士兵了 在战争期间 虽然孙殿英手底下的兵 非常勇猛善战 但是没有钱给士兵的话 这些士兵恐怕也没有力气打仗 这个时候身边人 就给孙殿英出了一个主意 让孙殿英仔细搜寻一下 慈禧太后的具体陵墓位置 然后把里面的珠宝全部都带走 这样一来 不就不用担心军费问题了吗 挖坟掘墓的事情 虽然并不道德 但那个人是慈禧 这就让孙殿英的良心稍微宽慰了些 于是他就答应了 在苦苦寻找之后才发现 有一个工匠当时修建陵墓的时候 因为身体原因没有修建到最后 也就因此活了下来 在找到这个工匠之后 孙殿英就命令他带着自己找到墓道口 孙殿英先是把坟墓炸开 然后又让士兵把慈禧太后的棺材给打开 十分奇怪的是 慈禧太后并没有任何腐化的迹象 但很快 孙殿英就被墓葬里面的珍宝 给转移了注意力 在慈禧太后身边的所有金银财宝 随便变卖一件都可以价值连城 于是孙殿英就让人开了车 把这些财宝都拉出去 当所有的东西都被拿出去后 还有一个东西却让孙殿英迟迟难以下手 这就是慈禧太后口中的叶明珠 慈禧太后离世之后 李莲英向慈禧太后的嘴中放入了一颗叶明珠 这叶明珠可是西式之宝 而且还有治疗疾病的功效 虽然这些说法有传说之嫌 但叶明珠价值不菲这是肯定的 不然也不会被放入慈禧太后的口中 慈禧死后有多惨 尸体遭羞辱牙被敲碎 连史书都修于记载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所以孙殿英就想把叶明珠也拿出来 可是慈禧太后的尸身虽然没有腐化 但骨骼却变得异常僵硬 再加上人类的牙齿是身体最坚硬的部分 这就导致慈禧太后整个嘴巴都死死地框住叶明珠 很难从中拿出来 旁边的副官直接给孙殿英出了一个主意 将慈禧太后的嘴巴全部划开 并且把牙齿都敲碎 由此才拿出了价值连城的叶明珠 当这颗叶明珠拿出来的时候 慈禧太后的尸身就立刻腐化 这让迷信的清朝人也十分害怕 但是他们并没有将叶明珠放还回去 不仅拿走了叶明珠 还把慈禧太后的尸体直接扔在水沟旁边 因为慈禧太后身上的衣服也都是金线制的 所以这些人就把慈禧太后的衣服也全部扒了 最终人们看到的就是被扔在臭水沟旁 一具衣衫不整的尸体 这种事情立刻就引起了末帝溥仪的不满 虽然清朝早就已经灭亡 溥仪也不再是皇帝 但他也断不能容忍盗墓贼 做出如此侮辱清朝贵族的事情 但是溥仪手底下要兵无兵 要财无财 最后也只能默默地忍受 而这些所有拿出来的财宝 有一些被孙殿英变卖出去 而有一些则流落到侵略者手中 孙殿英最后也凭借着这么多的财宝 拿到了正规君的称号 估计慈禧太后自己都没有预料到 百年之后居然会被人如此羞辱 牙齿都被人敲碎 连一个完整的尸体都得不到 那么大家对于慈禧坟墓背道这种事情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评论区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